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大概跟各位分享的大概有三点 第一点我们的区断政策制度是源自于欧美 所谓的超额征收制度 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首先刚刚主持人国任不断的说超额征收 这四个事 其实超额征收这四个事 台湾可能还是非常的陌生 我们最近才发现 其实我们的区断政策制度 是源自于欧美的超额征收制度 那这个制度大概是在19世纪的时候 在法国 在比利时 在英国 被应用 后来传到美国 传到日本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 在美国跟日本 全部都被废除掉 我想第一个重点 所以我要先给各位谈这一点 也就是区断政策制度 是源自于19世纪的超额征收制度 它本来应用在欧洲的三个国家 比利时、法国、还有英国 19世纪末传到美国 20世纪初传到日本 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 它都被废除了 那为什么把它废除 这本书发表在1917年 大家可能会非常的惊讶 1917年就真的是一百多年前 但是台湾 我们过往 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也是政大地震系 大学部 跟研究所毕业 但是以往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所受的教育 土地法论 我们大概 谈区断政策 大概都是引用 李鸿毅教授的这一本 土地法论 那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也是读这一本 但是他跟我们介绍 大概区断政策 在法国比利时 英国都有应用 其实他应用的资料 跟我刚刚讲的 这英文书是一样的 但是 他是谈到这样子而已 他没有谈到 后来人家都把它废除了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台湾的土地法的书籍 只要谈到区断政策 几乎全部都是引用这一本书 李鸿毅教授的土地法论 几乎都是引用这一本 但这一本 他是告诉我们 过往曾经用过 但是用的效果是怎么样 法国用来赚钱 英国也用来赚钱 但是后来 这本书 告诉我们 他们都被废除掉了 为什么把它废除掉 因为 库斯曼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库斯曼教授 很清楚的在这本书更不像 他是一个违宪侵害财产权权的制度 所以美国各州的宪法 尤其在东岸 比如说 马州 马赛奇特州 纽约州 马里兰州 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 在100多年前就形成共识 也就是区断征策制度 是违宪 所以他们后来都不再使用 可以吗 我想 把这个重点 跟大家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他是不是知道 区断征策是违宪 不是其他财产权 其实民进党政府是知道 接下来 帮各位罗盎度 在苗栗大谷事件之后 在苗栗大谷事件的时候 民进党还是在衍党 它跟我们一起奋战 不管在议会 或是在街头 他們都跟我們人民站在一塊 跟宋振州的人站在一塊 跟大家講 區段振州是違憲 區段振州是不應該繼續讓他們存在 那我這邊麻煩記者朋友 麻煩你們特別注意一下 可能大家都忘了 也就是民國103年2月26日 立法院曾經有一個廢除區段振州的提案 是由在野黨民進黨立法委員共22位共同提出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這一點 對不對 大家都不知道這一點 他的字號 他是院總治第 我這個都有字號 幫幫各位可以在上網找 院總治第660號委員提案 第16088號 麻煩各位記得 院總治第666號委員提案 第16088號 他的暗游 大陸續 我就很長 我就簡單的幫各位濃縮 也就是區段振州制度 他侵害人民的財產權 他跟憲法的保障財產權是不符合了 而且他也侵害了所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所以22位立法委員 而且都是民進黨籍 他們要求應該要修改 庫地徵收條例 而且重要的 應該要廢除區段徵收制度 好不好 所以民進黨 他是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野的民進黨 跟執政的民進黨 是完全不一樣 在野的民進黨 他說要廢除區段徵收制度 執政了民進黨 他現在是熱情的擁抱區段徵收制度 以往 他說區段徵收 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跟財產權 但是現在 他照幹不務 他比國民黨還更心狠熟 我跟各位強調這一點 各位看到前面的這幾個案子 其實不只這幾個案子 不只這幾個案子 還有更多的案子 都在進行事態中 這個是非常不應該 他明明知道 這個制度是有問題 但是他險前 在野跟執政的立場 是180度的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裡 我要公開譴責民進黨 我公開譴責民進黨 我們的政黨 這樣的沒有誠信 這樣的沒有誠信的政黨 我們應該要譴責 而且我們應該要讓他下台 他所謂的愛台灣 本土認同 台灣意思 其實都是講假的 真正認同台灣 愛台灣的人 是站在各位前面 剛剛這幾個土地徵收案的 這些土地被掠躲著 他們真正的是愛 認同這塊土地的人 而不是民進黨 這樣的是政黨 第三個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你用一段話 來鼓勵 我們所有的製救會的朋友 我想 不好意思 我想引用大法官 張森林大法官 他在第747號 解釋文 他所提出的協同意見書裡面 他特別強調一句話 我派請我們的職業會朋友 記下這句話 不要氣餒 我們繼續堅持團結 繼續努力奮戰 張大法官鼓勵我們 他說 人民 我就直接引用 人民無庸因法律而苟活 法律必須為人民而存在 請同須我再念一遍 人民無庸因法律而苟活 法律必須為人民而存在 謝謝大家 我保證 相 od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